美食胎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Jacky 好久沒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月菜 紫蘇燜鴨 鴨子性平溫補 加入清熱解毒的紫蘇一同燜煮 提鮮解膩又開胃 非常適合夏季食用 我們今天選用的是翻鴨 也有人叫它帶大鴨 身形大肉又厚又嫩 十分適合燜燉的做法 紫蘇要用紫葉紫蘇 它的香氣更濃 加熱後也不會變色 先來處理鴨子 翻鴨身形大 半隻就夠三四個人食用 我們取半隻鴨 轉成五厘米見方的小塊 紫蘇洗淨 每片葉子捲起後切兩刀 薑蒜去皮拍扁備用 準備就緒就可以上鍋了 法蘭鍋的密封性好 保溫性強 非常適合燜燉肉類 熱鍋倒油 倒入鴨塊翻炒出油 放入薑蒜爆香 隨後倒入開水沒過鴨肉 燒開後蓋上蓋子 中小火燜煮二十分鐘 燜煮二十分鐘後 打開蓋子 加入糖、黃豆醬、鹽、生抽、陳醋 翻炒均勻 再加蓋燜煮十分鐘 十分鐘後開蓋 加入紫蘇翻炒均勻 中火收汁兩分鐘就可以出鍋了 尝一塊鴨肉 酥爛入味 鹹鮮中帶著紫蘇的清香 十分開胃 天熱沒胃口的時候 一定要試試 放入米鍋 煮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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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